你 阿牧 阿牧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你 干什么 随便问问 不告诉你 我去上宫了 对了 对了 你干嘛拿筷子丢我 少物 你这几天快怪的 那我走了 厨房里有馒头 我晚点回来 路上小心 他没有先例 的确是个凡人 但为何能拔出白骨钉 莫非 他是凤凰一族 流落在外的血脉 国师 属下 放出所有的硬卫 寻找国师的下落 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找到了国师 起来吧 是 国师 你的眼睛怎么了 我的眼睛被重号所伤 但我的法力已经开始恢复了 再过一段时间 眼睛也就痊愈了 国师的法力恢复了 你在信上说 被重号 以凤凰海骨制成的白骨钉 压制住了西海 锋利一身的法力 要属下 寻找凤凰一族的下落 莫非 国师已经找到了 宝卿公主如何 是属下的错 属下没有看好宝卿公主 她率开侍卫 悄悄离开 后来 被重号的杨子亲缘抓获 现在 就关在本族的禁狱之中 不过 我们的人会暗中保护 暂时没有性命之忧 国主如何 重号 以射魂之术控制了国主 利用国主 骗过了天族的人 国主现在 也被关在寝宫之内 重号要做什么 重号 奉魔君之令 在扶灵渊上 布下大阵 只待血月之夜来临 便会运转大阵 开启副灵渊 打开两界通道 放群魔入境 重号倒是深知我心 我们就等这一天 当日国破 我们的人大多逃了出来 这些时日 属下收拢部下 只待国师一声令下 便会杀毁善灵剑 斩了重号 为全族的百姓 报仇血恨 先不急 重号开启副灵渊 将原度送给我 这么一份大礼 我们岂能不收 我的眼睛很快就会痊愈 你时刻盯住天西宫的动向 一有变化 立刻来报我 是 传信过去 让人保护宝卿公主的安全 她自有娇生惯养 性格偏激 难免出意外 好的 说下知道了 阿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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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坊给我们一些菜 大娘啊一个人拿不动 你帮帮我好不好 好 走 你